好,知道了 好,我们今天说春节 春节因为下周就快到中国的新年了 你们有过过春节吗? 有 有 就是那吃什么也是吃饺子吗? 嗯,我们在我国家没有吃饺子 嗯,在你家没有吃饺子 但是和中国的,就是和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中国 中国新年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呀 不多吧 和中国大概一样,我们也打扎房间 然后长辈给后辈通胞 然后后辈给长辈通胞 我们说我们不喜欢吃饺子 我可以问一下吗? 嗯,那个刚刚有朋友说 有同学说在春节的时候 在春节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因为在春节的时候 是不是不能打扫房间什么的 不可以打扫房间 对对对 是一样 嗯 好,那你们不是饺子 会放电炮吗? 也会放电炮吗? 有啊 有啊,老师 好 车车电炮 好 好 嗯 今年应该是二月十一日 二月 嗯 对 二月十一日是除夕 然后 到二月十二日的话就是 春节 春节 春节也叫做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嗯 初一 从大年初一到十五 就我们会说 会说是正月十五 正月 正月十五 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闹元宵 嗯 会有花灯 会有那个花灯 叫做元宵节 元宵节 元宵节 大家听过元宵节吗? 没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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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吧 嗯,我们一会再说吧 然后先说这个除夕 除夕的话 嗯 我先说中国的 中国就是我们晚上 晚上 嗯 嗯 八点 晚上八点到 嗯 十二点 十二点三十度吧 我们会有一个春节 联欢晚会 我不知道印尼会不会有呢 联欢 联欢晚会 就是电视节目吧 TV program 然后 除夕的晚上 我们会守岁 守岁 守岁 就是 嗯 过了那天的十二点 就可以睡觉了 就是以前的人 他们会比较迷信 就是 真的等 真的等到了那个十二点 然后去睡 但是 现在的话 如果我们过的就是这样 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嗯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你们也会吗 会守岁吗 没有 嗯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 能帮 帮 对 为什么守岁 就是 当然的话 因为过年嘛 过年的话 就是很多人 比如说 从外地 从外地打工的 然后 就会回来 所以大家 很多人 很多人吧 在一起 在一起过年 然后 我们会看 TV program 天视节目 有那种晚会 然后我们会看 晚会结束时间就是 十二点三十五 所以看完了 基本上也就守岁结束了 嗯 这个就是晚会 好 然后这个就是除夕 然后除夕的那天晚上 我们还会吃饺子 很晚很晚 然后吃这个饺子 对 你们会吗 那个那天晚上 比如说像一个 我们好像十一点多吧 反正我妈妈每年都包饺子 晚上特别特别晚 然后她就会 那个当天晚上就包 好 我们这里 是年糕楼 是年糕 吃年糕 吃年糕 对对 是有这个习俗 是年糕 好 绝语可以往下翻一遍 好 然后在过年之前 过年之前我们会 嗯 贴那个对联 贴对联 然后贴符字 嗯 嗯 大家有知道那个 为什么 除夕 或者说就过年吧 就是有没有 就你们知道什么 小故事吗 嗯 知道 啊你来说一说 对 嗯 我知道的是以前 有叫年的很怪的动物 嗯 很 很 魔鬼啊 很坏的动物 嗯 对对对 然后出来吃掉小孩子 然后 有一个人 他 嗯 免究了 说 如果年来了 你们就要 把东西 敲 敲 敲得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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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很想 是不是 很想 然后 要穿红的 要 家里要 贴 所以 年 会怕 然后会走 嗯 嗯 对对对 对 差不多这样的 大家还有听过别的故事吗 是 戏的魔鬼吗 那个 猪戏就是 非猪戏 就是 非猪戏 这个魔鬼 嗯 嗯 听懂吗 但是我 我好像没听过这个魔鬼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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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知道 你来说吧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 是 中介的 天 天 嗯 就是 呃 老百姓 他们 呃 想 非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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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魔鬼 所以 呃 他们 叫 猪戏 就是 非猪这个 西 嗯 嗯 对 我 差不多 对 对 对 是 嗯 嗯 我刚刚查了一些 在网上说 除西 除西就是一个 传说嘛 就是有个叫西的 怪物 然后到 嗯 除西 就是岁末呢 那天就是 新年的前天出来 害人 然后后来 人们就知道 他害怕红色 还有那个生小 到 呃 年三十 年三十 然后家户户 都会贴上 红色的荒帘 然后放 暴主 然后来驱赶西 所以叫除西 啊 好 除西的话 我们也叫大年三十 这个知道吗 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 好 突然除西了 我们再说 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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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初一的话 就是 大家在家 大家就是可能会拜年 或者待在家里面 然后 吃饺子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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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 来 看第三 第三 第三 因为饺子 特别像 钱 就是特别像 这个一个图片是钱 是中国古代的钱 它叫银子 银子 然后它那个饺子 它长相特别像那个银子嘛 所以我们就会吃它 哦 嗯 老师 我又有问题 你来问 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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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嗯 你来说 啊 你发的是什么 啊 这个是金条 你发的是金条 哦 这个金条 我不知道 这个是金条 这个不是金子 哦 哦 你很有钱呢 哈哈哈 哦 是不是很贵 是啊 带给你了 带给你了 啊 对吗 对 就是很贵 好 我们继续说啊 就是饺子 饺子的话呢 饺子有的 有个含义叫做招财 净宝 因为它长得 长相特别像银子 所以我们就说它那个 吃它嘛 就是招财净宝 就是你可能下一年 你会很富有 啊 然后饺子里面还会有 馅 大家知道那个馅吧 包饺子嘛 会有个馅 如果吃韭菜馅的饺子 就是意味着你会一直发财 啊 一直发财 这个都是跟中国古代的那种文化有关系的 因为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以前是一个什么社会 来 我们以前是一个农业社会 然后大家都种地 都种地 所以 我从古代的人嘛 都非常崇拜那个神 神或者是鬼 神或者是鬼 就是 就是 比如说 在新年的时候 他们也会 拜神 或者是拜鬼 希望下一年 会有 好的收成 就是 粮食会更多 更好 这样有粮食的话 就会卖很多钱 而且还能吃饱饭 嗯 是这样的 跟印尼是不同的是不是 印尼以前没有人 管理什么生活啊 我们这里也就 也有 白 白 香 神的老师 不知道怎么说 哈哈哈 你可以打出来 然后我翻译 我用翻译软件看一下怎么说呢 啊 老师说的 那个 古代的人 那个神 还是鬼 我们这里也有 我这里也有 啊 对啊 你这里也有啊 就是 比如说印尼的古人 印尼的古人 吃什么呀 他们吃什么 我也不太明白 因为我的外公和我的爷爷也是中国人啊 老师 啊也是中国人 啊 我们搬到印尼的 然后谈到 那你有没有听过他讲有关就是以前中国的事情 有的 我的外公是龙安人 嗯 我的爷爷也是不见的 老师 嗯 他们说中国 他们吃的是年糕 嗯 吃年糕 对 嗯 嗯 因为就是北方啊 北方和南方就是吃的可能不太一样 南方吃年糕 北方的话可能吃饺子更多一点 就是这样的 嗯 嗯 我觉得印尼是在海边 是不是你们 会吃鱼 就是吃鱼 捕鱼 打鱼 对 也有龙子 也有龙子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 比如说 今年的就是那个收成 今年的天比较好 就是很少下雨啊 没有洪水 没有洪水 然后可能今年收成就好 所以人们今年就有饭吃 嗯 你拍的是什么 好像月饼 是年糕 啊 是年糕 我没有吃过年糕 我好像没有吃过 我们在这儿每年吃年糕 还有给令猪 给亲戚朋友什么的 嗯 年糕 因为我在北方 中国的北方 我们吃饺子 比较多 继续说啊 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 农民靠天吃饭 然后就是如果收成不好的话 他们一年就白骨工作了 辛辛苦苦一年也没有 也没有饭 也没有吃的 所以你们发现很多 就是古代的一些 节日呀 全都是根据钱跟吃有关系的 或者是跟神 好 说完这个的话 我们再说下一个 旅品 嗯 第一个 第一个图片就是年夜饭 吃年夜饭 你们会吃吗 年夜饭 我会的 啊 你们也会吃 一般多少个菜 很多的菜 嗯 很多的菜 会有什么呀 比如说 会有鸡 有鸡 有鱼 嗯 还有吗 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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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对 我们一般就是 做双数的 你可以做六个八个 然后或者是十个十二个 就不要做单 不要做那个七呀 九啊 十一呀 这样 好 做双嘛 做双的 嗯 这个第一个就是 嗯 春节的一点就是大年数一 然后第二个图片 就是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有什么习俗呢 就是 嗯 比如说 嗯 是个女儿 女儿就应该把她的丈夫 带到她 她的 她爸 她的爸爸妈妈家 就是女生的爸爸妈妈家 你们会吗 我会都是 嗯 没有这个传统 没有这个传统 所以 第二个 春节大年初二吧 也叫做 叫做 那个 女婿节 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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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知道吗 女婿 什么叫女婿 有人知道吗 女婿 女婿 女婿就是 呃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 你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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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女生的爸爸妈妈 叫女生的丈夫 是女婿 早早早 不要 不明白吗 嗯 女生的父母 嗯 知道了 嗯 对 如果回那个丈夫的家 因为 怎么说呢 女生 在中国 女生嫁人 就是女生 要是 要那个结婚嘛 那叫做 那个 泼出去的水 泼出去的水 就不是 那个 就是是别人家的了 就是那个 男生的家了 不是那个女生的家了嘛 叫泼出去的水 所以 就是一般会在婆家里面 女生 就是在 在婆家 婆家住 女生 跟她的丈夫 跟她的丈夫 跟她的丈夫的爸爸妈妈 住在一起 嗯 嗯 所以 嗯 除处一天的话 一般是她们在一起过 然后等到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了 然后回到自己的娘家 然后和娘家人一起过 是这样的 哦 不一样的 对 在印尼也是这样吗 有吗 嗯 没有 没有这样的床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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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看大年初三 大年初三 大年初三的话 就是不能和别人吵架 发生口角 发生口角 然后 然后你看她还在烧纸 你看那个图片 她还在烧纸 嗯 所以 就是可以给死去的人 就是烧纸 纸的话就是钱 就是可能是他们 嗯 在地下的钱吧 地下不是埋在土里吗 如果有人死的话 然后他们在地下那个钱 就有钱花了 这个是初三 嗯 我们这里也有了 对对对 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花的钱 是那种假钱 不是真的钱 嗯 不是真的钱 好 然后我们再说那个大年初四 大年初四我们看那个图片 他说造王爷 大家知道什么叫造吗 上造 造就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东西 那个cooker 做饭的那些东西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在厨房的王爷 神的帽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是在厨房的神吧 就是可能就是反正这个神 嗯 嗯 嗯 造王爷 查户口 就是 初四那一天 你不能出远门 你只能在附近待着 因为 造王爷可能会来嘛 然后查户口 看你在不在 你要是不在 你要是不在的话 你可能下一年你就没有饭吃了 是这样的 但是不会 可能就是人们想的嘛 当然不会真的发生 嗯 这个是大大年初四 嗯 大年初四 有人说也是一个祭财神的时候 祭财神 嗯 祭财神 财神就是 嗯 比如说你要祭拜他的话 就会可能会发财吧 会有钱 然后看大年初五 大年初五 大年初五也叫做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我们常说叫破五 破五 破五也吃饺子 破五的话还要那个放鞭炮 然后那一天打扫卫生 那一天可以打扫卫生了 然后鞭炮得从里面往外放 就是从你家里面先放个头 然后往外面放 慢慢放 然后或者是你边放 边往门外走 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事情 全都扔出去 全都轰出去 这样的 但正月初五的话 还是比较很重要的一天 你们呢在过年的第五天 会做什么吗 还是和平常一样 我的好像和平常一样 和平常一样 没有什么感觉 平常在没有那么 那么深 行 我再说五分钟啊 下一个就是初五 破五过完了 我们再到那个初六了 大年初六也叫做正月初六 就初六的时候 然后外面的商场才开门 就是前几天都不会开门的 终于初六 然后一些商场呀 一些饭店呀 饭馆呀 才正式开门 开门之前还要放鞭炮 还要放鞭炮 嗯 然后传说这一天最受欢迎的是 那一年满十二岁的男孩 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是六的二倍 叫做六六大顺 六六大顺 你们知道这个词吗 叫做六六大顺 知道老师 对 这个应该知道的 就是六六大顺 嗯 所以呢 嗯 这一天在初六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图片 就是很多的垃圾被弄出去了 这一天叫做送穷鬼 送穷鬼 我写一下 就是把那个穷鬼送出去 然后下一年的话 你可能就会 嗯 嗯 远离一穷人了 就变成了一个妇人 送穷鬼 好 李维平往下翻 看一下问题 嗯 熊之鸿说 这些习俗在中国还做吗 做 有的是那做 而且我妈妈她就在做 但是我不相信 如果我变了大人 就是我结婚之后 我可能不会做 比如说 嗯 除夕吃饺子肯定会做 但是不会很迷信 就是像别的 比如说那个 嗯 把东西 就是不需要东西扔出去 然后必须在那一天扔 别的天不可以 我可能不会做 就是老人还在做 年轻人的话可能不再做了 嗯 好 我们再说那个 初六说完了 我们初七 初七的话 大家如果信基督教的 应该知道 上帝第一天造什么 有没有信基督教的 我基督教 对 对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上帝第一天会做什么 第一天 第一天什么 第一天他是不是 就是那个 造 做那个基 那个基 嗯 哎呀 反正我在 上帝 上天 创造万物的次举是 一鸡二狗 三猪四羊 五牛六马 七人八骨 就是第七天是造人 第七天就是 第八天就是造食物 所以我们初七就是 人的生日 叫做人日 人的生日 这个是初七 好 然后现在到了初八 初八就是古日 就是粮食嘛 古子的生日 就是粮食的生日 所以这一天 如果这一天天气很晴朗 就代表这一年 就是这一年的粮食状况 会很好 而且呢是到股丰收 所以以前的人可能对初八 也比较看得很重吧 如果初八的天气好 就意味着他们 今年有饭吃了 可以吃饭了 好 然后对 然后再到初九 看初九那个图片 有好多食物 这个是在祭拜 初九 初九的习俗 民间习俗就是 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大家有没有知道 玉皇大帝是什么 我知道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西游记 我在家里有 对 玉皇大帝的 玉皇大帝 对 玉皇大帝就是天上的皇帝吧 天上的安博 天上的 天上的皇帝 叫做玉皇大帝 所以今天是他的生日 所以很多人就会到庙里 然后去祭拜他 这样的话 一年就会很平安 而且很健康 然后初十到十四 可能就没什么很重要的 就是规矩了吧 然后十五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元宵节 元宵节 元宵节也是很重要的 元宵节就是 你们应该听过呀 那一天的月亮是最远的 元宵节 有没有听过 那一天的月亮是最远的 是的 是的 我的父母也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 对对对 所以终于不是元宵节吗 在我的城市也会一个活动 元宵节 你会有什么活动 会 有人无师吗 发给群里桥边的 就是有很多活动 在一个 花灯 对 在一个大灯节 他们会照 嗯 对 看花灯 还有光面会 这样的 对对 中小午会到晚上12点 对对对 对 然后我们会吃那个 汤圆 嗯 好 这是这 这个比较重要的 好了 我就说完了 现在开始你们说了 我先提一下问题好 嗯 我的感觉就是 我现在过新年 没有小时候那么兴奋了 一点都不兴奋 你们呢 为什么呀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大的时候没有红包 因为 红包 越来越少了 对 越来越少了 我先说我吧 我的感觉不是红包 因为从小的时候 也没有人给我多大的红包 就是一块两块吧 也没有很多 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 家里面很穷 然后 只有过年那一天 才能吃比较好吃的东西 然后现在长大了 可能也没有那么穷了 感觉每天都在过年 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有人就说了 很多人就在网上说 就说年味 年味越来越淡了 越来越淡了 你们呢 你们就是因为红包吗 还是为什么 可能现在人们拜年呢 不是去别人家 但是 就发短信这样吧 老师 所以过年的感觉 不太 不太 热情了 就是在英尼的话 如果过年 你们会给亲亲亲送离吗 给亲亲亲送离 现在没有了 现在每一天都有吗 以前有 比如说可以送那个冰干 或者什么的 对 我们 我们会送礼 到现在还要送礼 我感觉送礼应该不会停 送礼就是可能有的时候送酒 然后如果家里面 亲亲家有孩子的话 可能送饮料 送一箱 一箱酒 一箱饮料 或者是那个 送一个鸡 比较大的鸡 送鸡或者是鹅 送大鹅 哦 这样的 这样就是礼嘛 就是礼上往来 礼上往来 别人送你 今天送你 你也应该送一个亲亲 就是这样的 还有送水果 对 送一箱嘛 一箱水果 哦 会 就不会 以前会 以前会送 嗯 在巴黎岛 在巴黎岛 我不能 给 发给 孩子 孩子 寒暴 因为 我 因为我不结婚了 就是你还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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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们上门吗 上门吗 比如说去亲戚家 才会串 串门 嗯 你的亲戚们 是不是住得很近呢 比如说旁边就是你的亲戚 是吗 就是你的你的里面就是你的亲戚 我的隔壁是我的亲戚 啊 都能很近啊 好近啊 是的 好吧 好吧 所以每天都在串门 好吧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住的有点远 然后只有过年的时候 然后去别人家串门 然后他也来你家串门 这样的话 不近吗 关系更好吗 是这样的 嗯 嗯 嗯 那有没有就是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过年的经历 我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 这是在过年 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会很多吧 嗯 嗯 大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 对好像没有什么 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年 好吧 好吧 我们现在说一说 印尼 春 反正和春节是中国比较最大的节日 在印尼呢最大的节日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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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最大的节日 好像 好像 Alebaran 哦 Alebaran 怎么说 因为在印尼有 但是不知道在中国怎么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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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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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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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摘节 老师 啊 开摘节 哎 开摘节不是穆斯林吗 对 英尼很多 因为 英尼人大部分都是 穆斯林文人 嗯 所以开摘节日就是最大的节日了 对 8分 80个人 多 英尼有国庆节 英尼有没有 国庆节 嗯 有 有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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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天 这有一天 嗯 那就是在国庆节 国庆节那一天应该是 你们国家建立的那一天 几月几号 8号 17 8月 8月 17号 17号 8月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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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8月17号 十。 那今天我们会训练一下 梭习 7一日 agreement 很长 可能放假时间最长了 是不是开债节 开债节会放假 可能 大概半个月到一月 一个月可以啊 一个月可以 这个时间很长了 这个时间很长了 挺好的 我在过清洁的时候 也不是放假 我们是要过几一时 有一个意识 我写 有一个典礼 有一个仪式 仪式 高中的学生 有个人是 我觉得 所有 所有学校 要 都会做这个 对 好 行 大家再说一说 今年是 2021年 大家有没有什么 愿望呢 希望2021年 可以收获到什么 希望 可以回中国了 可以去中国随校 对 可以回到中国 跟那个老朋友 见面 跟老朋友 见面 好 那你是 你是在那个 中国的大学 在中国的大学 读书 对 所以去年 一年 你都在上网课 对 对 老师 好吧 这个是 王如意的 愿望 大家在说一说 有别的愿望 比如说 很多呀 我们在学习上 希望可以来中国 在生活上 比如说 在汉语水平上 可以提升一下 是不是 顾问一下 HISK6 多一点的 我们多多的说 多一点的说 谁来说 就让身体可以健康 身体可以健康 每天都幸福的 每天都幸福的 但多一点 就这两个月了吗 一定有很多呀 如果没有 那个男朋友 或女朋友的 希望今年 你们可以脱单 不要再成为 单身狗了 希望可以成功 希望可以成功 熊鸡方 熊鸡方 你来说一说 你的愿望 有吗 你的新年愿望 等下多说一点 嗯 谢谢 老师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什么 对 我的愿望就是 今年可以 赚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钱 哦 这是我目前的愿望 别的呢 有没有 别的太心情吧 看我的心情 好 没有吗 没有愿望吗 我觉得 嗯 希望 我也希望 中国 你已经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了 大家有没有人说吗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希望可以通过毕业的考试 可以通过毕业的考试 希望我们今年毕业然后找个好工作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可以毕业找一个好工作 你想在中国工作还是印尼啊 我想在中国 我想在中国 我想能说中文 跟中国人一样流利 这个很好 还有没有愿望 希望可以跟家人一起过 天天美好的时刻 希望冠状病毒快快快走了 我记得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 去年的初一初二 要初几啊 反正一直在隔离 就是没有出门 去年的话应该不用隔离了 在意你没有隔离 没有 我跟你们讲去年的话 去年中国整个全都 所有的人都是在隔离 就是已经 比如说城市已经封城了 就是你不能出去 门也不能出门 就只能在家待着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他们会知道吗 跟你们说一下 如果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票 一个小票 一个小票 比如说我们一家 有四口人 有四口人 他们会 给我们发 发几张票了 就忘了 好像就是四张票吧 然后四张票 还有两张票了 然后两天可以出一次门 而且只能一个人出门 然后每天就警车在外面 如果你被抓的话 就是你被看见了 就是你没有那个票 你就被抓了 你被抓了 就是进警察局待一天 然后再回来 去年我再说一个 去年的话 我记得有网络上 微博上 在说吗 前春节买什么 给男朋友女朋友最好 就是买口罩 因为去年的口罩 太贵了 而且太难买了 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那种 就是去年 现在便宜点吗 对 现在便宜了 现在很便宜点 去年 去年一个口罩 都快 去年一袋口罩是十块吗 真的贵了 是 对对对 特别贵 而且关键是没有口罩了 就是你有钱 你想用一百块钱买一个 你都买不到 就是没有了 有的话就是全都给医生 护士了 嗯 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的 有三十四个省啊 我在北边 对 我在北方 嗯 对 中文有三十二个省 我在北方黑龙江省 今年 其实现在我们这块比较严重 有那个隋瓦 别的城市 然后就会有人感染 现在在南方 不是很严重 所以今年的话 可以过一个非常顺利的 如果是去年的话 就不可以 而且今年 今年国家就是 倡导的话 如果你是打工的 就是中国 有很多人去别的城市打工 打工 知道吗 打工 知道 老大 大 大 对 去 一般的就是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打工 然后他们国家 政府建议就不许回家 他们不可以回到他们的老家 不能回老家 建议的就是在工作的地方 在工作的那个城市过年 然后还会有补贴 啊 先接风 好的 拜拜 他们会有补贴 如果你是外里的 然后因为病毒 可能会发 一千块钱 一千块 钱 这样的 在意你呢 在意你怎么样 你们的防护措施做得好吗 嗯 嗯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就是我如果出门 必须是戴口罩 然后拿着手机扫码 扫码 然后消毒测体温 我才能顺利的进入超市 你们呢 在中国好养和在一起 好像没有什么 我们这里住门也有戴口罩 戴口罩 对 但是有些人没有戴口罩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 在我的城市 还有很多的人 每戴口罩 对 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那会有警察 或者是别人来 对对对 清查会抓到你 哦会抓 是这样的 然后抓到的后果是什么 罚款 还是让你去 交钱 交钱 交多少钱啊 差不多 差不多 25块钱 55块钱 25块钱 25 50块钱 50块钱 这是礼物咯 这是礼物咯 啊 好好好 50块钱 50块钱 大约贵了 但是在我的 我的城市现在一定没有这样的规定 嗯 前几天就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 因为我的城市没有人有护肠病毒 但是 还是比较严格 就是 饭锅 或者是 咖啡馆 全都关门了 只有超市开门 就是超市才会开门 或者是药店 对 意见的话好像很阳格 从 差不多 去年 四月份到 八月份吧 还是很阳格 现在在我的城市没有那么阳格 特别多人 阳格 阳格就是 只在于在口罩很阳格 别的地方咯 你们会测体问吗 嗯 会什么 会 特别的 要 加入超市的时候 他们会查我们的体温 是这样的 嗯 是特别的 嗯 然后进超市是不是必须戴口罩 如果不戴口罩不能进 对 对 嗯 那这还可以的 好 然后也没有那个扫码 应该是没有扫码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嗯 健康码 健康码 就是 你每到一个地方的话 然后就要扫码 如果你们来中国的话 我觉得也 除了要做核酸检测 然后 可能也会有那个 让你们扫码 就是 嗯 你去一个地方就要扫一个码 在虎车站上 在那个飞机场 然后上飞机下飞机都要扫 对 扫码的目的就是 你去哪儿 然后那个 大数据嘛 就是那个网络上都会知道 然后如果你在飞机上 嗯 你在飞机上 就有人有病了 然后给你坐一个飞机 这个也可以知道 然后就可以通知你 叫你去隔壁了 但是 你们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这件的会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一定有用了 嗯 比如说 因为大家知道 买票 买票不都是身份证吗 嗯 身份证嘛 然后小健康码 也必须要绑定身份证 所以你去哪儿大家都知道你是谁来过这块 然后你的路线是什么 如果你不小心的冠状病毒了 然后跟你同行的人就会知道 然后有警察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就有120的车 就是医院的车来接你去医院 是这样的 嗯 120 救护车 但是 嗯 好养个男生 这样做的也是很好 对 是挺好的 反正 我觉得可能你们今年会来中国吧 不可能 在印尼的话 现在每天会有多少人有这个病啊 在印尼现在 很多 一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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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多少人会好呢 会痊愈呢 就是 差不多一万 是一样 一万 差不多 九 但是 九十万 现在九十万 不是 是一年 有千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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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每天是一年 差不多一样一万 嗯 就是一万个可能生病一万个 然后 好吧 然后 那如果你们做那个 嗯 做那个那个 做什么那种 核酸 核酸 核酸检测 会花钱吗 一般 我觉得 会花钱 我爸爸 今天 嗯 也是花钱 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 啊 差不多 两百 两百块钱 在中国 以前 以前是一百五十块钱 现在好像变成了一百 还是一百二十了 就这样 然后 如果 如果 在伊尼啊 在伊尼如果不小心得了这个病 会免费治疗吗 还是需要自己花钱啊 嗯 嗯 已经满了 你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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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尼 然后有人不小心得了这个病毒的话 嗯 是自己花钱吗 还是国家 你们政府花钱 嗯 国家 国家 免费了 但是 我们的医院已经满了 嗯 已经满了 对 所以 有些 病人 不能进医院 嗯 有些病人 自己附近 嗯 自己附近 我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如果你们看谁 应该知道 就是武汉 武汉比较严重 武汉比较严重 我们好像 哎 是几天的时间了 建了两所 两所医院 两所就是那种 嗯 很大的 那种 就是全是放病人的 然后就放下了 这样子 好吧 可能在伊尼 还没有打算吧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北京有 北京就是 嗯 也有过类似的 这个病也是新冠肺炎 然后那一年的话 就是 北京就很多人都得了嘛 然后北京开始建立了 第一所那种 好像几天 一个星期吧 就建完了一个比较大的医院 然后所有的病人 都在那里面待着 这样就属于集中隔离吧 就是隔离 嗯 是这样的 所以 嗯 所以今年的疫情 就是那个时候 嗯 会有很多的经验 然后 就是那个去年 就可以借鉴一下 在在中国会不会为了食物 会得了冠状病毒 为了什么 食物 食物 还是食物 食物 食物 然后 那个里面检测的是阳性的 然后就不让他不让人们买 但是后来有专家说 好像也没有问题 因为食物吃的东西是进入了我们的胃 对 然后好像 应该没有人 食物 然后 有了病毒 都是因为人 因为人 就是服务员 一个服务员 他有了这个病毒 他可能会传染整个的客人 就是整个服务的客人 是这样的 就是几乎都是人和人 很少是食物 当然动物也 动物也 也没有动物传染的 嗯 疫苗有 有有效吗 在中国 疫苗 有效吗 有的地方的话 就是疫苗 反正是免费的 然后需要预约 你想打就可以打 不打也没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 我没打 嗯 然后 我看 我看一个新闻 就是说 嗯 一个国家 然后哪个国家 我忘了 80岁的老人 打这个疫苗 打完了 然后他就死了 就是那个疫苗的话 老年人还是不能打 是什么疫苗 抢哪个 就是新冠病毒的疫苗 然后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就是如果你有心脏 你的心脏和高血压有问题的话 就不能打 不能打这个疫苗 就很危险 所以 你说吧 我的问题哪个疫苗 是抢哪个国家的疫苗 我忘了 肯定不是中国的疫苗 还是中国 我忘了 是中国的吗 不是吗 还是 别的国家 不知道 我忘了什么 是俄罗斯 还是谁 我忘了 我忘记了 就是 反正 如果你 还是建议 那个医生 护士吗 因为他们跟病人很近 如果你 就是跟 病人很远的话 就是可以不用打 因为还是有一点危险 有一点点危险 有一点点危险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打 而且 不说不说有人可以打 对 并不是 并不是 如果你的心脏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血压有问题 嗯 然后就不适合打 就是 还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您不打 我 因为 我就在家待这样 我也不出门呀 我也 就是 没有接触很多人呀 我每天就是和 家人在一起呀 如果出门 我都戴口罩 我也不会和很多人说话 聊天 所以我没有打呀 如果我在医院工作 我应该会打 因为很危险 所以在医院的话 会打 是这样的 嗯 好的 好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没有 这句话 说话特别多 你们说话特别少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结束吧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 就可以在群里面 发语言说 嗯 然后我看到了 我就会 嗯 看一看你们说的对不对 好了 好的 好的 哎 这个里面 你把第七页 第七页 第七页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人设 今年过年 今年过年的话 如果你想串门 你必须戴口罩 戴核酸 检测包包 然后再带 再带红包 它可以进入别人的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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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课就结束了 拜拜 好的 谢谢老师 好酷 谢谢老师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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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 恭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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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发展